一段从虚拟到现实的网络恋情 缘和让他变成疯狂的杀人凶手 我都很难 我远到四远了 又是什么原因 让两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截杀四人 都要冲一下 冲一把瓶 带过来的钱 出发完了 法庭调查又将揭开怎样令人震惊的真相 庭审现场正在播出 被骗后昏狂 2008年9月18日傍晚时分 家住河南省西乡市某小区一楼的张大娘 被从楼上跑下来的一个人吓了一大跳 当时我发现的 他把我纳米的那个门断坏了 我开开了 我能和那门转进来 你看那个人镜一下 感觉情况不对 老人赶紧喊来周围的邻居 上楼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果却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 上去看三四个人的汤儿流的下来 与此同时 接到报警的新乡市牧野区公安分区的民警 也火速赶到了案发现场 凶案现场的惨烈景象 让多年从事行政工作的民警们都感到很是震惊 由于案情重大 警方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同时对正在医院进行治疗的受伤人员进行查访 而让警方也料想不及的是 他们竟然在医院里找到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他们当时在抢牛 等他们清醒一会 咱可以再问 最后就说 清醒一个咱问一个 当分到一个 手上人员的时候 这个手上人员 问他为啥主要 这个手上人员说 我哪刀疼别人 这名伤者向警方供述 他叫李志勇 是他或同另外一个叫阿英的人 一同制造了918血案 然而 当警方再一次感到震惊的是 当问及案件细节 李志勇竟然说 只是刚认识阿英几个小时 他甚至都不知道 那个叫阿英的人的真实性命 他并不认识阿英 当时我们听到这位小弟 他说的话 我们不太相信 因为做这么大的案件 两个人不想 互相不认识 随着警方的权力侦破 2008年9月27日 也就是在案发后第十天 918血案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 邱星龙 在安徽被警方抓捕归案 我是琪琪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停时现场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里 这两个人就是918血案的两名犯罪嫌疑人 李志勇和邱星龙 两人案发时的年龄分别是19岁和20岁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年纪轻轻的两个人不计后果 亲手制造了一起致四人死亡的惊人命案 两名犯罪嫌疑人和四名被害人之间 究竟有什么深受大恨 而更让人奇怪的是 犯罪嫌疑人李志勇和邱星龙 竟然也只是在作案前几个小时才刚刚认识 甚至作案前 两个人都没仔细问一下对方的真实姓名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评审现场 开庭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2条只规定 今天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由新乡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 李志勇 邱星龙 抢劫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刘启云 陈掌古 周许祥 钟桂生 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案 现在宣布开庭 传被告人到厅 被告人李志勇 你有没有其他名字 没有 民族 汉族 职业 不职业 以前有没有受过刑事处罚 有 什么时间 因为什么罪 被判什么刑法 抢劫 抢劫罪 在什么时间 在湖南 04年 这一次你是因为什么事被刑事拘留的 这次他跟我盯着是故意杀人 被告人邱星龙 你有没有其他名字 没有 职业 无业 你以前有没有受过刑事处罚 没有 你是什么时间因为什么事被刑事拘留的 是以2008年9月29日抢劫这 被 被逮捕 什么时间被逮捕 10月24日 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首先有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公诉机关指负 2008年9月14日 被告人李志勇被女网友许文敏 以为其介绍工作为友从老家来到新乡 结果李志勇却发现是被许文敏骗之心乡 从事传销活动 便心存不满 9月18日 被告人李志勇与刚认识的被告人邱星龙 预谋队 许文敏等传销人员 实施抢劫和报复 并于当日下午6点左右 二人持刀冲进传销据点 逢人变通 并将现场的一部手机抢走 后传销人员钟海波 周中全 陈丽 刘强 经抢救无效死亡 本院认为 被告人李志勇 邱星龙 以非法战友为目的 采取暴力方法 汲取他人财物 并致人死亡 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63条第5项之规定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以抢劫罪 追究其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141条的规定 提起公诉 请依法判处 起诉书宣读完毕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 被告人李志勇 是在一次网络聊天时 偶然认识了 那个叫许文敏的女网友 李志勇说 自从认识许文敏后 两个人不仅聊得很投机 很快以令人的身份 在网上相处了 而且更让李志勇心喜的是 许文敏还主动邀请他 到新乡一起工作 我问他是干什么职业 他说是做服装 他说你想不想干什么 不是啊 去一去 想着自己不仅能和新上人 从此在一起 而且还有工作 李志勇很快便从江西老家 来到了新乡 然而 就在他来到新乡后的第二天 李志勇发现自己被骗了 到第一大天早上 他带我去那个课堂 是听到传销了 我才知道发现 我自己被传销了 没啥 骗了 他们的天天空中我自己 不让人说 想出来的 想出来他们就跟着我 不就是他们两人 拧着坐车 就拿人跟着 上个卫生间 就有人跟着我 李志勇说 他知道传销实质上就是骗人钱财 自己虽然没有工作 也确实想挣钱 但无论如何 也不会同意 去和许文敏 做如此违法的事情 然而让人不解的是 在918血案发生的当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会让李志勇 最终选择了持刀行凶 被告人李志勇和邱星荣 又究竟是什么关系 血案的发生经过 又是怎样的呢 下面有公诉人 对被告人李志勇发问 被告人李志勇 徐文敏怎么骗你过来信箱 他刚开始是用 做您有的方法 欺骗我拿回去来 你是什么时候产生的 这个报复徐文敏的想法 没有报复的 我都去找他们 要我说法 他们许文敏竟然把我骗了 骗了我走到五路 我没有钱 来的时候身上带了多少钱 带了一千块钱 带了一千块钱 嗯 什么时候花完的 在新西乡有 大概有 不大一个星期吧 用完了 花完以后 你问许文敏要了没有 我打电话给他 我说许文敏 我说你把我骗了 骗了啊 你总给我说吧 你就不让我在 饿死这套吧 他说你活该 时间你 时间你了 他一下子把电话挂了 李志勇向法庭供述 他来新乡 没几天就把所带的钱 几乎花完了 身上只剩下了十五元钱 而这时 自己的女友许文敏 却再也找不到了 全花完了 许文敏去哪 许文敏找了 他也不见我 我打他 我再也不见你 绝望了 独眼那个 独眼寸销 算一把我骗 私用妹一把我骗 我都 我都恨死 都恨死 李志勇说 由于没钱回家 他在离开传销窝点后 便四处流浪 想到自己本来是一片真心 现在不仅感情上 受到了欺骗 而且还落得个人才两空 有家难回 于是 他把所有的怨气和愤恨 都放到了许文敏身上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邱星龙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你爸认识邱星龙的具体 向法庭陈述一下 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反正就站在路上 他拍我一下 拍我一下 我就扭桃地下说 我说你是被传家骗过来 他说是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看你的情况就知道 李志勇供述 案发当天 他正在路边用公用电话 给老家的亲戚要钱 就在这个时候 邱星龙走过来 拍了他一下 这样两个人就认识了 在随后的攀谈中 邱星龙告诉李志勇 他也是传销的受害者 两人很快便一见如故 而且邱星龙还叫他 提出了一个建议 邱星龙说 他们算有钱还有手机 我说他们钱也不多 邱星龙说 他就说抢 弄点他们钱 然后我二人 我们就去那超市 我说去超市干嘛 他说买刀 我说买刀干啥 他说买刀房山 我说我没钱 他说你身上还不有15块钱 然后我就买两把刀 我给邱星龙了 谁进去买的刀 我二人同居了 谁拿的刀 邱星龙拿的刀 在这期间 你是否和邱星龙商量 一块回江西老家的事 没有 你继续说 邱星龙这样说 他说你先敲门吧 我说咋我敲门 他说他们认识你 他不认识我 然后邱星龙叫我敲门 开了门之后 我不知道是谁 踢了我一下用拳的 踢了我吃个腰 然后我就顺着 第一个开门的 我就捅他一刀 捅他腹部一刀 捅完他以后 他是什么样的状态 他当时就倒下了 倒下以后 然后我捅他在干啥 我都不知道 你当时为啥要捅他一刀 当时私自理智了 捅完房间那三个人 只要我捅他一刀 每人都是一刀 都是腹部 还有斜的一点 然后我就看到邱星龙 抢了那个 两个一男一女 他抢了他手机 然后没抢走 那个躺的那个男的 他就躺在闭了眼睛 邱星龙就抢了 抢一下没抢 那个人就动了一下 邱星龙就走了 我也走了 邱星龙抢这个手机的时候 你制止他了没有 我说我没有 你是否看到邱星龙 手里拿刀 拿刀了 你是否看到邱星龙 拿刀捅人 当时我带到 当时我们两人都分散了 也没 没注意他 还没注意我 当时另外两个人 我一刀都没错 楼上还有一个 就是阳台那个 法官男 当时我只捅他一刀 他是那胸前一刀 要不一刀 我只捅他一刀 被告人李志勇 在法庭上供述 在出入传销据点后 他确实捅伤了几个人 但可以明确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受害者 都是他拿刀捅人 而且邱星龙在抢得一部手机后 便逃离了现场 不知去向 自己则因为手部受伤严重 在逃离现场后 直接跑到了附近的第二人民医院里 由此也就有了节目开始的一幕 警方在医院对受伤人员进行查问时 发现了正在治疗的李志勇 被告人李志勇的辩护人 有没有发问 有 你去许文明他们那些传销人员的住处啊 去那里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要抢他们的钱 没有 你不是没有钱回家吗 是 但是我不想抢他们的钱 我都是想找许文明 找许文明是想要钱 但是我第一抢救我不知道 我没有一毛抢救 被告李志勇 你说你不想伤害别人 是 只想伤害许文明 是 那你为什么还用刀捅别人 当时许文明不在 他们人多 他们就打了我 然后就动刀了 我就 当时我也思习理事 这个买刀是谁提出来的 邱县龙 你在公安机关的供述是否属实 是属实 属实 在公安机关你的供述是 是你提出来的 是 这个怎么解释 提到我俩人就是 两人一块钱买到 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你要如实公诉 邱县龙 法庭调查中 被告人李志勇说 自己从始至终 就是一个受害者 先是被女网友欺骗做传销 然后是走投无路 连回家买车票的钱都没有了 最后是 莫名其妙的认识了被告人邱县龙 并参与了918命案 更关键的是提议和实施抢劫的人是邱县龙 做爱用的刀也是邱县龙让他去买的 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邱县龙一手策划的 自己只是想去报复骗他的女网友许文明 却不想情绪失控才出手伤人 不过事实真是如此吗 邱县龙和李志勇的相遇到底是早有预谋 还是意外的巧合 邱县龙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面对法庭审理 他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 被告人李志勇退听传被告人邱县龙到庭 被告人邱县龙 有 你对企务书指控你的犯罪事实有没有意义 没有 你现在向法庭把当时的情况陈述一下 当时就是我认识了李志勇以后 在什么地方认识他 在人民医院附近 认识他以后 就跟他一起参加这几犯罪行为 邱县龙向法庭供述 他是在案发当天才认识李志勇的 而且认识李志勇的过程也确实是一次偶然 在采访中邱县龙告诉记者 他也是被一个老乡骗到河南郊座告传销 结果被骗得身无分文 带过来的钱发完了 我手机我所有东西都在传销窝顶 给我走的时候我就我一个人逃跑了 逃离传销窝顶后 由于身上没有钱 邱县龙便漫无目的地徒步七十多公里 从交座一直走到了新乡 走过多长时间 三天多一点 三天半吧 怎么就碰见了 我看到跟那个小卖部的人在说他的情况 我站在旁边在听 然后我听到他就被传销人员给骗过来 就跟我一样 那就这样我就主动 我上去咋说的话 你主动上去想干什么呢 就是说 想交个朋友 主要就是说能够帮助一下我的最好 就是以这种心态而认识他 邱县龙说 他和李志勇虽然只认识几个小时 可是相同的经历 很快让他们一见如故 而且李志勇看见他落魄的样子 不仅给他一件衣服穿 而且还用仅有的钱给他买了一些吃的 随后李志勇便领着他去了一家超市 超市干什么 去买了两把刀 谁踢出来的 就是当时进超市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是进去干什么 然后他就带我去到那个卖刀的那个地方 当时谁买刀 当时是他给的钱 给的钱给我 我去结的账 第一把刀 然后还有就是他偷了一把 当时进屋以前 你手里拿刀的 当时进屋之前我手里没有拿刀 我手里没有拿刀 我刀是插在包里面的 进屋之后就是李志勇 捅着那人躺在地上来 你拿刀做什么 我拿刀 我当时是紧张 然后我随手随手我就拿出来了 然后我看到那屋里面 人都好多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 然后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人就离我很近 他就看着我 我当时我因为很紧张 我就拿着他刀我就吓唬他 吓唬他 然后他跑了 我就在后面追了一下 然后我就从他窗户那里就掉下去了 从室里就掉下去 然后我跑了 你说你拿刀进入屋什么都没做 手机哪来的 当时我看到地上躺了 躺了一个人 然后我就从他手上就拿过来 法庭上面对审判长的讯问 被告人邱星龙讲述了一个与李志勇完全不同的作案过程 也就是说所有被害人都是李志勇一手捅伤的 他只是趁乱抢了一部手机后逃跑了 而且从始至终 所有的事情就是李志勇亲自策划实施的 公复人对被告人邱星龙发毛 被告人邱星龙 你们在去传销这个居典的时候 在路上是怎么说的要钱的事 李志勇说了 等一下就上去问那个骗到他女孩子要钱 然后我就问他 我就说如果他不给 李志勇就说如果不给的话 就说就砍他们这样说的 如果不给就砍他们 你们在人民医院和李志勇碰面的时候 说没说过要回江西南昌 他说过就是带我去江西南昌 带你去江西南昌 带你去江西南昌干什么 因为我以前是做衣服的 我就问他那边有没有机场 他就说那边很多 他就说可以带我过那边去进场 在法庭调查中 被告人李志勇和邱星龙对参与制造918命案 并致四人死亡的事实 共认不讳 然而在对究竟是谁先提议去抢劫传销人员 谁主动去购买作案的刀具等问题上 两个人的说法却不一 尤其是当说到四名被害人到底是被谁杀害的问题上时 李志勇和邱星龙的说法更是大相径庭 截然相反 那么案发过程到底是怎样的 究竟谁是真正的主谋 在随后的法庭质重中 又将还原怎样的 事实真相 现在又控辩双方向法庭举证 首先有公诉人向法庭举证 公诉人首先向法庭出示了被告人李志勇在公安机关的供述 摘要宣读 9月18日晚上邱星龙对我说 让他们搞传销的人帮人给我们点钱 他们要是不给就弄他们点钱 我当时说他们也不会给多少钱 阿英说那么多人有多少弄多少 我说也行 我就同意了 弄的意思就是用刀捅他们抢他们的钱 问你是否看到邱星龙拿刀捅人了 我没有具体看到他拿刀捅人 但是他拿刀冲向前面的两个男人时 我看到那两个男人倒下了 所以我认为他捅刀了 我还看到他从捅 捅 倒地的一男一女的男人手里把手机抢走了 公诉人接着向法庭出示了 被告人邱星龙在公安机关的供述 摘要宣读 我说去看那个女孩在不在 拿刀就拿刀吓吓她 让她拿点钱 我们就走 要是不在就找屋里的人弄点钱回家 要是不愿意 我们就抢他们 江西人说屋里的人的手机也可以换钱 不行就弄屋里的人的手机 公诉人随后向法庭出示了 918案件中受伤人员李刚的陈述 用以证实 四名被害死者之一的周忠泉 就是被邱星龙杀害的 当时很乱 我见一个穿白色上衣的人 抓住李志勇拿刀的左手 我赶紧上去帮忙 想夺他的刀 我在夺刀的过程中 听见旁边的人叫了一声 我回头一看是周忠泉手捂着肚子 应该是被另外的那名男子捅了受伤 被告人李志勇 你对公诉机关出示的丧事证据 有没有异议 没有 被告人邱星龙 你对丧事证据有没有异议 没有 在采访中 李志勇告诉我们 他和邱星龙认识后 刚开始只是一心想着弄些钱 想回老家 为此他们俩先是想到了去医院卖血 李志勇说 由于卖血不成 建议去传销窝点 抢一些钱 为了急于弄到钱 自己也就同意了 都出钱了 我不能出钱 我都不会拿到的 我一起 就是说 进去笑笑他们 他们给的钱 就走了 结果一进屋就 痛人了 没想到后果 没想到这么严重 真的没想到 法庭辩论 下面进行法庭辩论 首先有公诉人发表公诉词 法庭辩论 首先围绕被告人李志勇 是否构成抢劫罪展开 被告人李志勇 邱星龙的行为 已经构成抢劫罪 抢劫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暴力 胁迫 或者其他方法 抢劫公司财务的行为 被告人李志勇和邱星龙 在去传销据点的路上 商量 两个人 为了回江西 准备火车票钱 向传销人员去弄些钱 弄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们不给的话 就用刀捅他们 由此可见 被告人李志勇 邱星龙 抢劫的主观故意 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在客观上 被告人李志勇 邱星龙 也实施了暴力行为 在二被告人 进入传销据点时 拿刀逢人便捅 在将被害人捅倒以后 从现场抢走了 被害人的一部手机 并且导致死人死亡的后果 被告人李志勇的犯罪行为 不应构成抢劫罪 李志勇并没有要 确取受害人财物的犯罪故意 其之所以实施本案的犯罪行为 是出于报复的目的 是因为这些人只搞传销的 把我们害成这样 家也回不去 钱也没了 咱们活不成 他们也别想活 不行 咱们就报复他们 邱星龙抢手机时 李志勇虽能看到 但并未参与 对于李志勇来说 在邱星龙提议 要抢传销人员财物时 李志勇虽没有极力反对 但并不赞得 被告人李志勇的辩护人认为 李志勇主观上 只是想着报复传销人员 没有要抢劫财物的想法 而且事实上 李志勇在作案中 只是忙着捅人 也没有抢劫任何财物 所以应该对李志勇的行为 定性为故意杀人罪 而非抢劫罪 对于这样的说法 公诉人却表示不能认同 被告人李志勇在邱星龙 提出抢劫后明确的表示同意 虽然其没有具体的 去实施抢劫财物的行为 但是是因为两个人的分工不同 相互配合相互协作不同 被告人李志勇和邱星龙 为了抢钱 然后就是拿出刀 逢人变筒 后来被告人李志勇 邱星龙也确实从现场 抢了一部手机 由此可见 被告人李志勇和邱星龙 不论在主观方面还是在客观方面 都符合这个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被告李志勇实施本案犯罪行为 因属于激情犯罪 被告是被他能骗来心相做传销的 人身自由受限 在前花光后 在回家无望中 因而感到绝望 以致行为失控 实施了疯狂的报复行为 希望法庭在对被告李志勇的定罪量行时 能够充分考虑到 被告李志勇实施犯罪行为时的主客观状况 给其一个改过自信的机会 在随后庭审中 控辩双方就被告人邱星龙 在共同犯罪中是否属于主犯 展开辩论 两名被告人在预谋时 是被告人邱星龙提出的抢劫犯译 在二人预谋时 被告人李志勇致人死亡的目的 已经非常明显 邱星龙积极的参与 分工协作 那么两个人在整个抢劫犯罪中 属于这个相互配合 相互配合 分工协作 共同完成了这个抢劫致人死亡的 整个犯罪过程 因此被告人清修 邱星龙应当对该案的致人死亡的结果负责 并且也应当在该案中认定为主犯 被告人邱星龙不是造成被害人 钟海波周中全陈立刘强 是世人死亡的直接伤害人 从现有证据来看 没有直接证据证明 被告人邱星龙用刀捅伤了人 两人到了案发地 李志勇的行为已演变为报复行凶行为 已超出了共同的意识联络 对这种超出共同故意之外的行为 同案犯李志勇 依法应独自承担刑事责任 邱星龙在本案中是重犯 邱星龙是出犯 归案后能够如实的供诉 认知态度就好 被告人发表完毕 下面有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被告人李志勇 你现在可以做最后陈述 你有什么最后陈述意见没有 被告人邱星龙 你现在可以做最后陈述 你的陈述意见是什么 最近的审判长 现在审判员 由于我年幼不治 法律一失弹簸 才犯下了这千古恨 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给被害人的家庭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在此我对被害人的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 正经的审判长先生 我受到上当受骗之后 不知道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恳请审判长先生和审判员 能够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谢谢 现在宣布休庭 法院休庭后 四名受害者的父亲们告诉记者 他们被害的四个孩子都是家中独子 年龄都是二十左右 有的甚至刚刚走出校门 而且四个孩子也都是被传销组织骗过来的 他们是为别人品禁组织的 他们是被骗了 为骗 他们来的时候你们知道他们来的 他们来是去 他在家里说是去了打工 不知道 那根本不知道 当时说他是被人家骗过来的 都被害 被害以后 我们都不知道他们是搞分析 都在里来才知道 2009年7月 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该案做出一审认定 法院认为 被告人李志勇 邱兴隆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暴力方法 抢劫他人财物 并致四人死亡 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 在共同犯罪中 被告人李志勇 邱兴隆 捐其主要作用 军系主犯 由此判决 被告人李志勇 邱兴隆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两被告人共同赔偿四名被害人家属 各项经济损失 人民币各10467.5元 对于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 被告人李志勇和邱兴隆均表示不服 并已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庭审结束后 李志勇和邱兴隆告诉我们 他们两个人不仅有相同的被骗经历 而且两个人从小都缺少来自父母家庭的关爱 李志勇甚至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 无疑 扭曲的成长经历 对法律的无知和对生命的淡漠 是本案发生的主要原因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 血案背后也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了 非法传销对于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的巨大危害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七七 下周听试现场再见